尊敬的主席先生 各位国际电量小亮光阳 各位部长 各位代表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很高兴出席本次大会 衷心感谢 阿联酋政府所做的周到安排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换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快速成熟 吹升了大量新模式 新业态 新产业 对于促进各个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发挥着利益重要的作用 同时 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能致各个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此背景下 国际电量召开 强强代表大会 共商强求信息通信 发展大计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并积极推动 信息通信要发展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是 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持续推进高速 移动 安全 换载的现代信息基础设施 公司体系建设 世纪网络已经护盖 强格99%以上的人口 用户达到11.3亿 互联网迅速发展 连接数已经达到5.1亿 二是 推动发展 融合应用户 融合应用户 鼓励支持企业 应用户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能工智能等新技术 加快企业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 三是 促进发展成果 汇集桥名 实施电信普遍核武试点 缩小 呈现区域性别 数字宏高 开展提出建议行动 弦筑建议让户智慧 2015年以来 中国宽带让户 单价平均下降90% 移动让户智慧 平均下降83.5% 中国间继续大力支持 各级电量观测 充分华智慧各级电量 在促进技术创新应用 助力包容性增长 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等方面的作用 一是 华智在标准化 品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管理 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推动5G 物量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 创新发展和应用推广 二是 通过能力建设 项目合作 聚集各方力量 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 改善通信基础设施 提高信息化水平 三是 华智多边协调 这样推动各方 开展公共政策作商和交流 加强经验分享 共同营造 包容创新的数字经济 发展环境 中国代表团 要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与各方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 共同推动会议 达到既定目标 本次大会上 中国将 俊晓 连来 国际电联理事阁 并推荐 赵沪林神神 俊晓 连来 国际电联理事阁 真诚希望 得到各个的支持 最后 预祝本次大会 取得摇满成功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